蕭婉襄精神奖 蕭婉襄先生是南方大学学院创校发起人之一 同时也是校帝捐献人 另外蕭老先生也是中国大普县靖光中学创办人 后人以慈善老人赞颂蕭老先生 以怀念他对教育贡献难多 其一生与新教办学分不开 为纪念其发扬他造福森森学子及奉献华教的精神 本校特设立此奖 每年从一届毕业生中选出品学兼优及热身参与民族教育及社区服务者 以鼓励年轻的一代向上向善及奉献精神 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大家好,我很荣幸我获得了小晚上精神奖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温馨的家 感谢学校的每位教师 是他们教会我丰富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最后谢谢在大学里认识的每位朋友 谢谢他们鼓励支持 希望大家健康快乐